台媒报道,大S和聚俊业委托代办结婚登记,至3月28,大S和聚俊业已完成委托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 有报道称聚俊业出关第一天,二人就早早定下早上8点半,去离大S家最近的信义区护证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 不过一位自家门口和护证事务所都有媒体守着,他们便临时更改成委托代理人协助办理登记手续,据说目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。 也就是说,大S和聚俊业已经是合法夫妻,此刻又有大瓜爆出,大S妈妈一大早,就开始发工具图宣泄不满,表示自己不清楚女儿要登记的事,同时还在社交平台肆无忌惮地嚷嚷,管不了管不了,你的爱还是你不爱管不了,一切的烦恼我将会离开凡人的地方。 这又是啥操作,吹瓜群众们彻底糊涂了,对于女儿大S的新婚丈夫聚俊业。 徐妈妈之前的确非常反对,可后来她本人有对外声称,已经和女儿和好,对新女婿也很满意,更是满嘴夸赞新女婿有情有意,帅到不行等等。 这样看来,大S和聚俊业结婚登记是已早不已晚,徐妈妈应该高兴得不得了才对。 难道这事又反悔了?徐妈妈在回应台媒时还表示,自己写这些文章,主要是因为媒体一直追着女儿徐希悦,导致和女儿斗现在都没办法正常见面,这里直居俊业隔离结束后无法见面,想要和他们吃饭也没办法。 聊到这里,是不是广大网友们又糊涂了?徐妈妈这个意思明显是说不反对的意思,可为什么还对外发布自己管不了,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呢? 这不是破罐子破摔吗?这前后对比下来,谁又能理解徐妈妈是反对还是赞成呢? 对于大S和聚俊业登记结婚一事,大S妈妈口口声声说,不知道,没有通知她。 还一脸嫌弃的解释,没有和聚俊业见面也没有吃饭等等。 最后再来一句,算了不重要了,希悦和聚俊业开心幸福就好,自己不在场,他们反而比较自在。 这又是什么鬼,也就是说从一开始,你对女儿大S就没有原谅,对人家小两口再婚更是不同意,那为什么之前还对外宣称已经接受呢? 这除而反而的态度,也太过理所当然,都没有考虑一下聚俊业本人的感受吗? 不觉得太自私了吗?大S再婚的事情让他和妈妈发生了很多矛盾, 虽然后来说有和好,但S妈现在又强调说,希悦和聚俊业现都四十多岁,脑子都清楚,自己事情自己处理,我年纪大,脑力也不行了,跟他们又带勾了。 当记者再次问道,如果大S有邀请徐妈妈吃饭,她会不会去食? 徐妈妈却说,再说吧。 吃饭不是重点,重点是从吃饭喝酒中,看出这个人的人体,言情举止好不好,难道徐妈妈早前夸赞拒绝也全都是假的吗? 你之前还把人家夸上天,现在竟然说,不清楚对方的人品好不好,感觉这是越扯越越,看来对大S再婚这件事,后续还有下文,吃瓜网友们对这件事情的发展,有没有稀里糊涂的感觉? 欢迎广大网友积极留言